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睇五间总结 我是Vicky温英文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港股市中收市的情况 内地股市中五收市普遍向下 上征组合指数跌16点报3500点 深证成分指数跌68点报14625点 沪深300跌19点报4921点 至于恒指方面 中五收报26002点跌178点 国企指数跌84点报9181点 大致成交有728亿 今个环节有Samuel做嘉宾 HelloSamuel 你好 HelloVicky 看到港股今早早已低开四十几点 开始后表现比较反复 曾经倒升过但最终要跌百几点 曾经跌穿26000点 这些位置 看到特别腾讯放榜之前 明天也放榜 之前跌超过3% 现在看港股的势头是否都比较弱 暂时对于科网股的整个板块 或者科技指数的成分股 基本上市况都算是比较偏弱 所以拖累 除了腾讯之外 你会看到一些平台 比如说Bilibili 或者说一些游戏股 网易 这一堆 近期都是在试着低位 所以暂时来看 重榜股业绩出到来之前 纯粹就叫做有些少股额 同时大家可能怕一些爆雷的风险 可能会叫出来 所以就率先股一股 但是就未代表它们的业绩是完全不见得人的 譬如说 顺宇为例 今早 或者你说昨天和今早 都曾经是试过 一早的时候已经跌5-6% 但是去到下午 试过慢慢收复失地 顺宇今天是由倒跌 变了倒升6-7% 所以相对来说 业绩会比较关键 你说腾讯暂时 未出过业绩出到来 但是你说科网股的板块 算是比较偏弱的话 就纯粹那些钱不是很敢提前炒 它那个业绩的利好因素 同时你说可能其他一些 受着政策板块的消息影响 例如你说教育股 今天亦都叫做有再出到一些消息 是要监管整个教育的行业 同时你说医药股的走势 都是叫做比较偏弱一点 药名生物 今天最多是叫做跌超过8% 暂时在半天来说 都仍然是表现最弱的男手 所以暂时来看 大家都是看着个别的业绩来炒 整体大市都仍然算是叫做一个整固的格局 或者仍然算是叫做比较增持一点 但是你会见到 已经表现上算是比较偏淡的 昨天都跟大家提过 你说即使捱着26001、26002左右的水平 其实已经是贴着整个8月起 做了一条短期的上升轨道的底部位置 昨天已经叫做贴着水平了 去到今天 你说开始曾经叫做市翻 站在上升轨道上面 但很快都叫被人沽下来 暂时下午收紧 贴着日落来收 出一支阴烛 所以暂时这一段时间 你说过去这两个交易日 基本上都已经是轻轻叫跌穿了 你说7月尾或8月头开始 做了那个上升轨道 所以看法上 仍然算是比较偏淡一点 除非你说直到腾讯之后 出到来的业绩 真是叫做比较好一点的时候 才可以带动到整个科网板块 一起叫做升上去 否则来说 可能纯粹叫做比较重磅一点的 腾讯美团 今天的表现比较弱一点的时候 都是叫做拖着市 美团今天都要叫跌1% 阿里巴巴相对来说 表现都仍然是比较弱一点的 试着低位的 所以即使今天你说 另一只重磅股有棒 算是表现不错 业绩带到个惊喜给大家的时候 升到3.5%出来 但是你说其他重磅的科网股 又拖上市场 变成了纯粹就处于一个珍持架局 大家暂时都未是很敢 对于科网股做出一个 比较乐观一点的预测 所以唯有等到业绩正式出炉之后 才确定到之后那段时间的走势 恒指这一轮的波幅上面 都算是收窄一点 而且你说大市成交 都缩得比较劲一点 平均一天都可能只有13亿 或者14亿多一点 仍然是属于一个代变的格局 我相信腾讯之后那份的业绩 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出发制 好啊 都跟Samuel说一下焦点股份 看到讯宇 今天中共收市前的波动性都比较大 曾经最低见过203.8 中共收市前也倒升超过6% 看回他也公布了业绩 半年多辞5成2 看到毛利率 按年改善24.9% 但他就说手机摄像无组 单价按年下降的幅度比较大 所以今早早见到股价就跌了下来 不过今早早10点多钟的时候 见到行政总裁也出来说 全年的手机镜头出货量 目标增长大概是5%至10%左右 管理层有一个正面一点的讯息 带他出来的时候令到今天股价都很升 暂时主要是靠着他们今次的分析员会议里面 比较多些关于新型R&D方面的产品研发 以及投入的状况 算是on track 导致大家都看着 即使今次平均手机单价 或者平均销售单价 转下来也好 整体毛利或者毛利率有得升 而且车载镜头方面 算是有一个最强的增长 升八成多 同时间他们在一些叫做无人驾驶 或者说他们一些其他的车载镜头方面 都叫做有一个upgrade 这几样东西 对于他们来的产能方面 有条件是叫做有一个憧憬 同时间他们在一个会议里面也叫做解释了 主要都是说内地最大的一个客户 他们那个市场的份额是损失了 所以就导致到平均的销售单价是叫做 需要叫做有一个下跌 但是基于他们有一个规模的效应 所以整体的毛利率的上升 或者整体的毛利上升 是叫做cover到今次的销售单价的下跌 同时间他们可能在一些产品的研发上面 包括说手机镜头的upgrade 或者说他们一些车载镜头的量产 以及说身形的其他面容识别 这些这样的新的技术 他们都开始叫做在R&D里面 投放了完成了 希望叫做未来到2023年开始 逐渐叫做量产 所以整体来说 大家炒的就是炒他们今次这个管理层 给到出来的预期 至于你说销售量的guidance 暂时就未算是很强劲的 你说可能手机镜头方面 都是维持在三成至两成左右 所以就跟今年的上半年算是差不多 但是需要留意 他们上年的下半年 基数就慢慢开始拉低一点 所以其实有条件 真的可能在下半年的增速 是叫做加大 至于你说股价方面 今天都算是叫做守得住一百天线 但是基于你说组断的时候 都是叫做炒作一些消息面 那就不是太需要看一些支持位 基本上你说去拉住条十天线 或者你说二十天线 即是条普力加通道的中族位置 如果你说暂时都是处于一个上落市的格局的话 我觉得都仍然是叫做有条件 握住先 他们的股值上面 大概就不算是叫做非常之贵的 虽然你说近期的科网股 都算是叫做比较偏弱些 你说可能PE超过三十倍的话 都很大机会被人沽下来了 但是你说如果业势出源 或者你说管理层都说到 未来这一段时间比较多着重的 就已经是你说R&D的情况 或者你说什么时候量产的情况 那就不是太看刚刚那份过去的业绩的话 基本上市场都有机会叫做跟一跟 所以我觉得你说基本上 要弹回到二百五十元楼上 都叫做有条件 就是你说可能试近期的新高 你说去到之后可能说出货量方面 他们有提到美国最大的客户 我估计implied 就是说iPhone入面 如果你说真的有条件 和苹果合作 而且出回他们一些前置式的镜头的话 他们整体的增长 都会叫做必到预期的 本身大家对于他们 你说今次的毛利率 本身是有些少的隐忧 就怕手机镜头的毛利可能叫做跌了 变成了整体的毛利都叫做跌 但是今次整条数 其实算是叫做必到预期的 所以我觉得股价之后那一轮的时间 相对来说都会比较强势一点 好啊 谢谢Sam 你这么长续的分析 不同的 你想报上有没有持有以上题目股份 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 今集节目时间就差不多 一会回到其他直播节目 一会见